一起来吃一下这个美食 我带来这个是马来西亚沙劳月最道地的热沙 这个沙劳月独家的热沙 这个丸子叫什么 这个是鱼蛋 热沙鱼蛋 你试试看 我用热沙的汤去卤的鱼蛋 对 一个结合 热沙的汤去卤的鱼蛋 鱼蛋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很像 鱼丸啊 我们的鱼丸很像 我来吃吃看这我最喜欢吃鱼丸了 这个热沙就是那个安东尼波登 那个美食 一顾的美食家 当年他到了马来西亚沙劳月 吃了这一味的鱼 哪一种辣椒最辣我就喜欢辣椒 这个是海南鸡饭的辣椒 这应该不错吧 你可以沾沾看 沾沾看 好好吃哦 对 这是我们 在马来西亚没有这么吃法 没有热沙跟鱼蛋这样吃 所以刚开的时候 的确确我有把它的味道 就是不能这么重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一点四季 大家都要吃很重才能吃得下去 因为南洋风味会 所以各的地方喜欢吃辣 这个香料是你调整过的对不对 我加量没有什么调整 我把那个粽 比较淡一点 把它淡下来一点点 不然台湾人因为就喜欢浸汤 因为我现在吃起来觉得刚好 这味道刚好 对对对对 不会太辣 因为南洋风味比较重 热反而要重河味 河味要重 店是开在西门丁 开在西门丁做河路 就是东南亚观光客来的话 他们还会吃家乡味吗 会 会哦 会 他们会觉得逛一逛 然后就觉得还是 很亲切 就像我们到国外的话 我们有时候也会选择吃台湾菜 所以我们这几年 其实我们的生意都落在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但是马来西亚是最多了 印尼 香港 韩国人也是有 他们最喜欢点什么 韩国人的话 韩国日本人大概会点什么菜 韩国人 只有韩国人比较不喜欢吃辣沙 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 是韩国人 可是他喜欢吃辣 或许我在想说我们辣沙的那个香料 是不是跟他们的泡菜不合 所以韩国人我们都会建议他们点海南鸡饭 我一定要来吃一碗这个海南鸡饭 香港啊日本人啊都是吃辣沙 海南鸡饭超好吃的 尤其是澳门人都喜欢吃辣沙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刺激 还有这是我们的古早味荆棘饮 我们用手炮的荆棘饮 这个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吗 对 他们很喜欢 他们觉得说吃辣沙咸咸 然后配一点酸酸的东西 酸甜酸甜 所以如果说是对于 就是一般的这些店家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们的要主打 就是收一些观光客 你觉得他们应该在哪边开店 收观光客当然是在西门町 现在西门町的店住是最贵的 但是你在西门町的店美食 如果你美食被公认的时候 在国际上的旅游业里面 会有很多人会认识你们 真的 因为西门町现在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游客的一定必来的平台 那我如果在西门町就是爱上这个口味 我就会相传 回到马来西亚 回到香港 因为西门町过去三四十年前是我的地盘 是你的地盘 所以我现在 路科你有关了 把妹的地盘 所以现在有时候会回去怀念一下 现在路科少 但是问题是世界各国的那个观光客很多 而且他们是不是还有配套 要去哪里买东西什么的 对他们都有 像我们举例一下 旅行社他们会带他们 比如说一定要吃阿中面线 一定要吃鸭肉丁 然后一定要买老天鹿 老天鹿一定要买他的鸭翅 鸭翅非常好吃 还有鸭蛇是不是 对对 而且西门町现在越来越精彩了 非常精彩 如果你们很久没去西门町要走一下 现在西门町非常精彩 但是路科没有来的话 你觉得对于西门町这边的店家 这边的观光来讲 会不会差很大 我是没有参与过路科来的那个 因为我是这三年 对因为最近要限缩 但是我这三年里面 看到的香港人 韩国人 日本人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对 都是一直 这是一直有的 越来越多的 台湾的魅力 所以不会担心 不会担心说这些 大陆的自由型的观光客 如果被限缩的话 那可能会少了很多人 因为我没经历过 所以你店你本来路科就少 路科少 可能你的店路科本来少吧 几乎没有 就是东南亚人 这三年里面 因为我去西门町的时候 问过他们 就是西门町反而路科不多 路科不知道为什么不多 但是刚刚讲 马来西亚 印尼 东南亚 韩国 日本 港澳都很喜欢去西门町 你看这些东南亚观光客 他们消费力到底好不好 他们吃东西是不所乱的 如果他们觉得说 这个东西我来 我必要吃 我必要买的伴手禮 他们其实是 他们没有在看什么价钱 应该是不太看价钱 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东南亚 他们就没有消费能力 那是错误的 其实东南亚觉得 台湾的旅游的CP值是很高的 连我家人常常 怎么说CP值 就是 其实你到我马来西亚吉隆坡 其实吃东西也不会见得有多便宜 真的 其实台湾吃东西喝东西玩 要山有山 要水有水 你说去阳明山有山水 在次序里面玩一些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那天竟然在阳明山的梦幻湖 去遇到来自于港澳东南亚的自由情的游客 他们很喜欢阳明山 梦幻湖 你看台湾人有多少人没有去过 而且台湾玩是省钱的 对 其实台湾 他不要只会说台湾来玩是很贵 其实台湾来玩性费值很高 而且是很贵的 你从刚刚到现在只讲了一句话 你吃菜也能够了 你只讲了黑黑牙膏就吃个不饭 你知道他好不容易苗条 你好不容易苗条一点 连艾成都知道我瘦了 所以表示我 我今天看到他我就有点不认得 我想说你怎么没有苗条 我一段前吃光 但是你还是这样吃不太像话 你看我就这样子头头抱你 就艾成来现场我把他菜全部吃光 表示东西好吃 富控还有一堆人等着 富控 所以消费力 好 东南亚的观光客是相当不错的 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他们也觉得台湾 可能就ACP值很高 白天也可以去一些城市的地方玩 晚上甚至可以到阳明山去走一走 游山玩水什么都不缺了 然后还有夜市对不对 夜市就是 对 台湾是最出名的 因为他们觉得治安很好 所以都可以跑跑走 每个夜市也好玩 而且你先知道台湾旅游有一个 全世界国家少有的特色 什么特色 就是你大概可以在三天之内 从平地到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山再回来 都可以 你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几乎是办不到的 是 像你如果拼一点 从台北出发 到雪霸国家公园 三天来回 很轻松啊 而且台湾那种游客区 真的不会说 一部桌面游客很多 所有东西卖很贵 真的不会 台湾人真的不会做这种事情 对 因为如果做这样的话 就会被人家PO到网路上 然后骂 对 真的是 好了 袁靖你刚称的怎么样 我很好吃 我一直想要 不知道可不可以离开座位去 你不要因为你是国民岛就不敢来 好不好 好 其实 碰就没得吃了 我都不要这样排挤国民岛 你这样子 对不对 太饿了 因为朱玄一直对着我 一直添一次添一次添 就刚好 就这样才表现对来宾的尊敬 就是复庭的尊敬 他才会开心嘛 对不对 你一步帮帮添一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在西门町这边的店家来讲 其实呢 现在有很多的来自于日韩 还有来自于东南海的观光客 然后大家可以打造他们想要的口味 对不对 然后吸引更多的人 对啊 食物啊 对啊 食物啊